福宝即将回到四川基地 或许会跟香香一样成为山大王 近日还没报道 财法长公主福宝将于明年一季度回国 预计将返回四川某个熊猫研究基地 此消息一出顿时在网上激起千层浪 毕竟先前福宝将落户北京的消息吵得沸沸扬扬 起因是官方发文称房山基地建成后 将引进50只大熊猫还配上了福宝照片 因此许多网友都兴奋地以为 福宝回国后将直接去房山基地 然而如今基地建设尚未完工 她极有可能会回到妈妈的老家避风侠 但网友也不用担心福宝归国后的生活 毕竟生活在避风侠的香香公主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要知道香香可是日本的流量女王 在国内也不乏真爱粉 但避风侠考虑到小公主社会 因此香香回国八个月后才安排了展出 并且避风侠还给她安排了一整座大山头 每当香香感到不安就会打包损损 躲到后山听着鸟鸣慢慢享用美味 不敢想象福宝成为山大王后该有多快乐 此外困扰香香公主多年的满重眼 在专家的精心治疗下已经痊愈 而香香不仅恢复了温婉而雅的美貌 还能近距离与游客面对面搞直播 看到粉丝举着长枪大炮冲着自己 香香公主没有丝毫不识 反而停下干饭落落大方的任对方拍照 标准正见照莲简直美到人心侃侃里了 并且回国后香香就像血脉觉醒了似的 曾经的射恐小公主活泼到令人难以想象 不仅化身夜店女王站在山头疯狂摇摆蹦 还顺便趴在玻璃窗边开个粉丝见面会 想必福宝回国后同样会过着万众瞩目的日子 而同样在今年回国的法国贵公子圆梦 如今已经跟成都基地的小伙伴打成一片 但当小卷几次找面高兄弟都无果后 圆梦小王子气得不停跳脚 表示真生气 那俩伙计跑哪里去啊 直到蛋轰高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渣毛卷还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夸得消极 傲娇小王子失垂了 今天圆梦也会生胖气还是哄不好的那种 就连中午的家餐都没有下来吃 这小狗脾气简直和姑姑圆润一模一样 但当法国驻华大使奉命来探望圆梦时 傲娇小卷立马便回优雅端庄的王子 就连吃个水果串都要细嚼卖艳 仿佛在说本王子过得很好不必忧心 相信在网友们的监督下 福宝回国后同样能幸福快乐 然爱吃瓜是每个生物的天性 萌萌听到韩国人吵架直接惊掉了 萌太后连夜跟爱宝打电话求反应 但恐怕爱女士也不能为你 毕竟将爸跟他一直说的是夜不夜 而同样会竖起耳朵听八卦的还有英邦 这天平静的场馆内突然传出谈话声 英邦立马停下干干仔细聆听 听到如此劲爆的八卦英邦兴奋不已 赶紧把手里的竹叶塞嘴里胡伦吞下去 随后凑得更近些一遍听到更多细节 没曾想大瓜来得如此猝不及讽 爆炸信息量令英邦晕晕乎辜 只能说吃瓜有风险八卦需谨慎 小时候见过鬼的新小爷 长大后化身村口爱八卦的老嫂 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趴在门口使劲张望 生怕童年阴影突然窜出来带走自己 都知道阿宝只是冲着七仔叫了一声 耳朵就被对方咬成了班上 阿宝气不过四处散播七仔是暴力狂 导致他的邻居都有些害怕黄毛 被孤立的七仔因此变得神经兮兮 哪怕是饲养员给他喝盆盆奶 七仔喝完都有些疑神疑鬼 生怕对方下了毒 有次奶爸和旁人在门外嘀嘀咕咕了 七仔立马竖起耳朵偷听是否在说自己坏话 鬼精鬼精的小眼神中仿佛藏了八百个新年 而阿宝被摇耳朵前就热衷吃瓜 时不时就撅起蜜桃臀趴在门上偷听 即便后来耳朵被摇皮插了还不忘八卦 很好奇究竟是什么瓜能让他如此着迷 并且吃瓜不仅是每个物种的天性还不分明 都知道饲养员每天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收猫 但总有些爱八卦的小熊落入两脚兽的限制 只见三名饲养员没有强攻而是白起龙门阵 不仅声音拿捏到位还时不时哈哈大笑 树上的熊猫宝宝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便主动下树想靠近点听听对方究竟在说啥 可熊猫宝宝没看到树下叙事待发的奶爸 一下子就被对方抱在怀里送回宿舍 果真是好奇心害死熊猫啊 只能说没事千万别凑润了 果宝太八卦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毕竟袁晓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只是因为近距离观摩五一和袁大打架 袁晓就被迫成为一代拖行 甚至黑历史还经常出现在各大评论区 恐怕吃瓜的最高竞技 就是自己无意间成为瓜主吧 在大熊猫在尴尬的时候 也会假装自己很忙 这天萌兰正坐蛋壳椅子上发呆 突然听到有游客叫自己 萌兰立马弹起来谁 谁叫我 但因动作幅度太大一头栽到地上 身为顶流男明星 他怎会允许自己当众丢业 于是萌兰赶紧假装自己是想在地上打滚 怕游客们不信萌兰特地滚了第二次 表示没有摔 我真的只是想打滚 果然任何物种在尴尬的时候都会假装很忙 只见苏杨不小心一屁股坐他木鸭 他尴尬地缩到木架下探出脑袋扒了竹子 随后拿起一根竹子背对着游客吃饭 表面看上去风轻云淡 实则内心暴风哭泣 知道大熊猫是静视眼 但没想到这么理解 这天袁林下班后准备回家喝盆盆的 没曾想静视眼的他直接一脑门撞在墙上 从墙上包浆就能看出这绝不是第一次 有点尴尬的袁林装作没事发生继续 感觉他走到家才敢泪眼汪汪地摸摸头 这天妈宝男于可闹着要跟妈妈贴贴 二顺不耐烦直接把好大儿推下木床 小兔崽子一边玩去别打扰老年干饭 于可到栽葱似的摔下来面子有点挂不住 机智的他赶紧拿起小树枝放嘴里砍着 心想这下没人会注意本少爷的糗态了吧 并且猫猫总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灵场面 真大在泡澡时把泳池的排水罢打开了 单纯无知的他还跑去小澡棚里泡屁股 直到看见泳池放水形成的小熊窝 真大才恍然大悟急地趴在泳池中试图玩 发现不管用后他立马用屁屁堵珠出水口 然而看着勉强没过脚面的水 真大只能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只能说尴尬的小熊总是最忙的 福宝坐在台阶上等开门却不小心掉下来 福珠珠立马连续翻跟头化解尴尬 并且他还知道在哪里半岛就在那里躺下 仿佛在说我只是想在这里睡觉而已 当福宝鬼鬼祟祟在床底下嘚瑟时 没抓稳直接躺倒在了地上 福宝赶紧抱着木桩翘起腿腿板破 姨姨们快拍照 一定被我美呆了吧 而显眼暴灵炎尴尬时刻可谓五花八门 和好兄弟卖卖整活PK却不小心滑倒 尴尬的他一把捞过旁边的竹子甲装在尸 此外当胖炎跟游客们展示高难度到车时 谁料他刚把手摁上去坦克车就失去了平衡 重重砸在胖炎脑门上弹起后还带来二次伤害 晕晕乎乎的灵炎知道自己丢了大脸 委屈巴巴的搓着手藏在坦克车后 这表情让人看了又心疼又好笑 网友们还知道国宝哪些有趣故事呢 天小叶子突然和姐姐深情对视 觉得瓜弟弟反常的哗哗骂骂咧咧 不知发生了什么 荷叶的背影看起来似乎很被悲伤 好像想起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小叶子虽然经常会熊来风吓唬姐姐 但在他大大咧咧的外表下 其实也藏着一颗敏感柔软的心 近日一不良游客用字拍杆模仿吊猫戏弄荷叶 天真的小叶子走到对方面前乖乖站起来 本以为会和以前一样有美味的窝头和屏幕 但等了很久却什么都没有 误以为掉下去的他甚至还到沟里去找 没有找到后和叶一整天心情都很郁闷 平时会在宝座上休息的他 竟然在大太阳底下绕圈跑了一个小时 而前不久指鹰荷叶挡住了花花 一位不良游客竟多次让他走开 导致一整天小叶子都不快乐 他独自坐在木架上看着外面的人群 心想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姐姐不喜欢 此外游客还曾故意播放谭叶叶的录音 吸引本在阴凉地休息的小叶子到大太阳底下 更过分的是看到和叶四处寻找爷爷的声音 不良游客竟还反复循环播放 谭叶叶曾说过花花小叶子这个年龄的熊猫 相当于人类小朋友时期的智商 所以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然后故意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 毕竟小暖男和叶同样值得所有人行 他能敏锐地察觉到姐姐的任何小情绪 当花花身体不舒服心情低落时 小叶子会主动给姐姐送去安慰 看到花花爬木桩头被卡住时 他会第一时间跑过去营救姐姐 当花花已靠在和叶身上吃东西时 和叶就会一动不动给姐姐当套店 虽然小叶子出生比花花晚点 但他却像个大哥哥一样 任何时候都给足花宝记安全感 而在弟弟身边的花花也很安心 姐弟俩很多时候都是形影不离 就连吃个竹子都要紧挨在一起 只希望所有游客在看看花花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最好的小叶子 花叶姐弟彼此陪伴互相治愈 他们是一个整体所以请不要有所需的 最后祝福花花和小叶子被爱的同时 能够永远健康快乐成长